2024年对大消费来说 就是一个很残酷的年份 如果用传统思维去做的话 绝大多数人都活不下来 所以给大家的建议就是 绝大多数行业吧 最好是把线上线下打通 就是如果你只有线下 没有线上 其实是有一点压力的 特别是你对C端的 最好是把线上线下全部打通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 争取做到一个细分赛道的冠军 就是细分品类的冠军 哪怕是一个很小的品类 我们有个学员 泽江义乌做那个牙签 这个品类够小吧 他八百根牙签 才赚一分钱 你会不会觉得他特别卑微 但是他就是这个赛道的老大 他全世界做的最大 他很赚钱 第二个建议就是 要做成一个细分赛道的什么 老大你就会赢 就是不要做得很宽 要做得很什么 要做得很窄 然后足够的深 不要做一千米宽 然后一米深 要反过来做什么 做一米宽 然后做一千米一万米深 你就赢了 如果你想走上品牌这条路 想走上定位这条路 我建议大家 你可以买一个365的视频课 天天听 每天花一块钱 你天天听 大概六七个小时 你每天听的话 你就有定位的那种语感 他会很好地把定位的几层逻辑 基本上讲通了 各位 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成功 是可以随随便便的 你自己总是要花点时间的 各位同意吧 你花点时间 就一定可以走得出去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的对手不肯花时间 记住 你永远不是要打败自己 你要打败谁 打败对手 他不听 你听 你就赢了 他每天听 一个十分钟 你每天听一个小时 你就会比他做得很好 所以各位记住 你不是在跟自己竞争 你跟谁竞争 对手 永远跑得比你对手快 你就赢了